吃鸡 先生和我们的康师傅老母鸡可爱的公仔的一个三连牌 来 3 2 1 3 2 哇 这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所有的惊喜 所有的好机会都落在你身上 哇 来了 机会都来找你了 机会都来咯 可可爱 今天最重要的事情是晚上8点29分 在抖音康师傅食品旗舰店直播间 看周深直播 前面有网友给康师傅提建议 不要连麦 换成周深吃播和玩游戏环节 官方直接回复了听劝 所以今晚可以看周深吃播了 不要错过 刚好四个也祝大家四季都天天开心 然后四季都健康 健康师傅 康师傅 天天康师傅 我怎么这么厉害 真的 就所以我们真的讲到深深来直播间 真的好开心 就主持人省了好多事 不会 就自带好多梗 康师傅 祝大家都能够四季有这个康师傅的陪伴 对 好了 那我们刚刚这个第一轮的介绍完毕之后 我们给大家开启今天第一轮的福利 我们刚刚讲到这个人生当中呢 我们有完美的人生 所以我们在福利开启之前 也要关心一下深深最近的人生 最近在忙什么 跟大家报备一下 最近很开心就是有在陆哥呀唱歌呀 陆哥为什么要笑 因为就是不能透露太多 但是大家也知道是什么 哎呀呀 好期待 他要来了对不对 他 是不是他 你说我们两个口味的迷你杯吗 两个 太棒了 说的就是他 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多多关注一下吧 现在就是学会了做事情 做大事就是要不想 所以就默默的做好他就好了 就给大家一个惊喜 我们其实也有一些慢慢的一些节奏了 就希望大家 所以那个节奏的 这个可以问吧 节奏的那个表格都制换好了对吧 哇哦 最近真的是很开心的 哈哈哈哈 那我问个可以问的 那个前段时间看你回老家录节目对不对 对对对对 还还跳了那个蹦苗迪 对蹦苗迪 开不开心那个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蹦一下苗迪 对身体会非常非常好 但我觉得来这里我还是希望可以给大家带很多福利 我们有没有什么福带 有什么福利 我好会转啊 哈哈哈哈 周深沈阳演唱会定在9月7号 日期都写得明明白白的了 沈阳真的是第一大筛子 帅直爽快 周深开演唱会通知周深了吗 听说周边的酒店已经被订光了 看到一个评论 你怎么就这么沉不住气 嚷这么大声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我还怎么抢票呢 沈阳藏不住 真的藏不住一点 周深2024年巡回演唱会 周深不着急官宣 但是最先坐不住的竟然是演唱D 这部继沈阳日报前几日在公众号官宣 周深9月将在沈阳奥体中心体育场开演唱会之后 沈阳广播电视台 沈阳之声官微直接官宣了周深沈阳演唱会的时间 沈阳之声官微在23号连发两条微博 直接官宣周深9月7号沈阳演唱会 还在评论区调侃 本想只是弱弱的宣议下就爆了 再传下去 周深可能连房间都订不到了 周深订不订得到房间我不管 反正我要抢票 那么最近的两场就是5月18号的上海没奔 和6月1号的深圳大运体育场 应该也离官宣不远了 如果不远 我继续等你回 身边一缺 难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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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遍 请再好歇 等老一道不对 而我独却 你一生的了解 另外 周深工作室在3月9号晚上7点29分 放出了二专预告海报 3月17号晚上7点29分 放出了二专概念视频 按照时间推算 今天或者明天的晚上7点29分 是不是也要放出一些二专的预告呢 小编猜测 工作室每周放出一个预热内容 4月中旬或29号专辑发布 5月18号演唱会 演唱几首专辑歌曲 只是个人猜测 大家近代官宣 知道贵州人其实非常的能歌善舞 而且贵州有非常多优秀的音乐人 贵州人的脚 这是贵州的百灵鸟 这是贵州的 贵州小脚 最近奔跑吧官方频道发布了最新视频 而最新视频的封面内容则是春日之约 开启奔跑吧2024 这也就意味着2024年最新阵容的 和之前预测的几乎没什么太大的差别 还是熟悉的原班人马 李晨 郑凯 沙翼 周深 白露 范澄澄 以及宋义琪 张真元 各位应该都还记得 此前有相当多的传闻表示 周深会退出跑男 但是如今的海报图片已经说明了一切 周深不离开 对于跑男整体而言是一件好事 节目效果相对来说更好 跑男需要年轻的流量 同时也需要赶拼的年轻人 特别记周深的表现挺好的 懂事有礼貌 而且周深的综艺感超强 每一期都好看好玩 笑点满满 期待早日播出 祝我中考 加油 中考 加油 谢谢 快去背景吧 周深 周深老师能祝我实习顺利吗 谢谢 顺利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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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portante 就先懷疑 这些可爱的画面就显出了意义 这个是 Luna很棒 奶奶八十多了这个 口水零零思念清晰 小心啊奶奶 小心小心 老人过着梦台 你在摇一里 蜷锁在他怀里 老人过着梦台 你在摇一里 蜷锁在他怀里 有只小猫咪 下的茶 秋的雨 一年一年 融在他的皱纹里 什么让世界常涌出个奇迹 人们像在外物温柔着相依 每当我对生活冒出现怀疑 这些可爱的画面就显出了